楊宴長 主帝以及各位在座的所長 副所長 各位紅人 還有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特別是要謝謝我們陳靖宇老師 其他帶了很多學生過來 我真的是很高興 也很榮幸 今天有這個機會來到我們國會院 來給大家介紹或去開在台灣30多年的研究 好 那我今天說是科普 所以就不能講這個 大家聽不懂 所以我先這個最簡單的來跟大家說 我們一個人在 假如是大概70公斤的一個倒池 你大概就會用掉大概700的L的Oxygen 來製造跟你的體重差不多一樣重量的ATP 來維持一天正常的生命活動 那這個大家好像不太會知道 因為你都會自然的就在 自由取用空氣中的養 可是事實上呢 我們做任何的活動 包括你在讀書也好 或是把電腦 或者是跑步 更大家了解 你需要的明亮 那我們把它用掉了以後 這個 我們的ATP 就會被Degrade 變成ATP ATP 跟Nm發生 還得最後 透過身體吸收食物的養分 再來進入我們的生物化學環境 來進行重新合成ATP的過程 所以這個我們把它叫做BioEnergy 其實我在唸大學 常常喜歡去看State America 很多的這種介紹 我們這個地球 非常多的Cycle Harb Cycle Water Cycle BioEnergy Cycle 是其中一個 那這麼簡單的一個Cycle 可以讓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這個理線有什麼樣子的重要性 這個是我常常在上課 會用的一個Slide 經過一些診斷 讓大家對立腺體有一些認識 這是一個一般的葡魯動物的細胞 除了有一個細胞核 它有很多的胞器 其中一個胞器 就叫做Malcandroid 叫做立腺體在中國 叫做腺體 那它裡面呢 有它的Geno 叫做我們來看這個DNA 是Multicopy 就是非常多的好對數 這個是很有趣的 一個細胞到底有多少Copy 它看那個細胞 它需要能量有多少 需要能量越多 它就Copy所有的 所以我上課的時候 會跟同學特別強調 要養肌 你就知道立腺體多重要 常常在外面搭飲食的肌 它就是很好的肉 就是很紮實 對不對 你會用土肌啊 那你假如養帶龍脂就是肉脂 立腺體就很少 因為它的細胞裡面的立腺體 就變得比較少 所以立腺體是會因應你的 這個組織能量需求的多往 會有不同的數量 也有不同的活性 就是說 越多能量需求的 它的立腺體就越Active 那它們Active是來做這一個所謂的能量傳遞的一個系統 這個Energy的這個Transduction 或者是Electron Transport的這個System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多的蛋白質在膜上面 來進行的所謂氧化還原百命 這一些 你看到有這麼多的Peptides 都在這個Malaconda membrane上面 以非常緊密的一些方式來互相去進行電子的傳遞 那這個是非常之複雜 可是也非常的快速 我們的代謝是在這個 我們的立腺體的裡面 我們叫做Matrix Sine 這是Matrix PCA Sine就是在這裡面來進行 那我們吃進來的食物分子 經過很簡單的Blycolysis 進入TCA cycle以後 你會產生很多的NADH 的那個所謂的Reducing Equivalence 它會去送入Complex 1 然後再走過很多其他的Complex 包括Complex 3 還有Complex 4 然後他們呢 會把Protons 就是氫離子 從Matrix打到 這個Intermembrane Space 所以這些氫離子呢 就會變成一個 叫做Electrochemical Potential 它會來Drive這個ATP的合成 你看這個氫離子喔 在從這個FO F1ATPS進來以後 它就會把ADP就會 reforcerate 變成了ATP喔 所以ADP就會再把它變成ATP 在這裡 然後產生水 這個電子傳遞 跟這個 所謂的Oxidative Forceration 這個所謂的ATP Senses的Coupling 就是一個我們目前所瞭解的 V線體如何來製造ATP 可是呢 在我去美國念書的70年代初期啊 這一套系統到底是怎麼樣去 進行ATP的合成 並不清楚 所以我去的時候可以說是 這個領域最熱門 而且最多爭奮的一個時代 所以那也是給我們很多的機會 我念完了PHT19 1980年回到台灣 其實我也曾經不只台灣了 要做些什麼 因為1978年 Norbel Prize 領給了Peter Mitchell 就是剛剛我講的那個 Electrical Potential的 這個一個 Action Mechanism 之後呢 就很少 再聽到這些人 在做這一方面的工作 因為大家覺得 那一行大概已經大 大致 這個很清楚了解 可是沒想到 這個Malcandria 在我回來 這個交蘇以後呢 又重新開啟 另一個散文 就帶領 我們這個BioElegetics 這個領域的發展 到了一個新的季節 因為後來知道 這個Malcandria 是在跟很多的疾病 疾老化的過程 有很重要的一個角色賣買 那現在大家應該都 也常常聽說 這個Malcandria 的Dysfunction 跟Diabetes 或跟Cancer 甚至跟很多的其他的Disease 包括Cardio-Vascular disease 都有關係 更不用說 已經太多的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也被證明 或是被Proposed 都是跟Malcandria Dysfunction 譬如說 Hoffings disease 有一些都是因為Malcandria的問題 所造成的 那因為 要講一點科普 我一定要講一點 以前在美國念書的 一些重要的 啟蒙的老師 這個是我的 Cesars Advisor Professor King 那他跟他的學弟 就是 Dr.Peter Nietzsche 他是兩個非常要好的 科學的 叫做 鄉 鄉心鄉喜的 好同伴 所以他常常都到我們的Lab去Visit 然後每一次去 我的老闆 一定要邀請我們這些學生 陪他們去吃法國菜 難怪的都說 You have to pay 所以我每一次 都要把差不多一個月的情緒 都覺得時間 所以我的老闆 對我們實在是非常照顧 然後 那我跟這個 Dr.Peter Nietzsche 也變成 有一些交情 所以 他也常常會給我一些 他為什麼做這一行啊 所以 就是 很 這個容易 侵取他 怎麼走入這個行 那Dr.Peter Nietzsche 其實是 原來做分寵的生理學出身 那他呢 從來也沒有去任何大學教學 他有一個很有錢的爸爸 所以他跟我說 他是 very lucky 他要做研究 爸爸就給他蓋一個研究室 而且蓋了一個很漂亮的一個湖汗 所以呢 他就帶了兩個研究助理 就去做出了這個 Chemic Osmotic Theory 這個 這個 當然聽這些大師講的 這些 過程都是一種享受 那說實際上 還沒有拿 摩托巴士 1976年 77年 他是阿蘭遜 聽他講這些 我們真的是 就是半聽半不懂 就是 聽一聽又不太懂 可是後來搞得越久 好像真的那麼的 有一點了解 所以後來 對於 Peter Mitchell這個人 他對於這個人的貢獻 真的是讓我們欽佩 而且 他真的是做了很簡單的幾個實驗 他常常說 那個不重要的實驗 留給美國人做 美國人做這個 治澳說 他做的研究都很重要 所以你知道 他呢 就是 這個 Malcangia到底怎麼做ATP 他自有他的一套理論 他跟那個 美國當代 最熱的 的 Chemic theory 很不一樣 因為 當年 這個美國最流行的 就是說 ATP 是怎麼做的 就是有一個很高能量的 一個 intermediate 他會把他的花水 transfer給ATP 不是又變成ATP了嗎 就像 Hospor Eno-Pyrofit 他會把他的 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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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他傳給了ATP 就做這些ATP 所以當時最被接受的就是 Chemic theory 那時候還要談話 是不是 那他就說 他覺得NAS 不對 所以他好像有點像外星人 跑來我們地球 講了這一些 結果 美國沒有人 覺得他講的是對的 他們說他根本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所以 Peter Mitchell 常常不去找我老闆 因為我老闆比較會聽他的 所以他常常去那裡 講給他聽 所以我們火花也去聽到 那這一套理論 其實這樣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那麼真正覺得 那麼的 聽得懂 不過原理我們現在講的 大家要聽就知道了 我們 這個TCA cycle 都知道了 有什麼MALY 有什麼 Avokilobutari 等等 他們會把那個 它氧化之後所產生的NADH 氧化就是把氫拿掉 所以那些都是 dehydrogenase 然後那個氫 在NADH 他會透過NADH dehydrogenase 這個Coplast 1 把它傳給這個下營的 很多的 這個downstream的 electron acceptors 包括Colendan Q10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Complast 3 這個C1 還有這個 我做過的 這個PhDC 就是做這個Complast 4 然後呢 最後還是氫會打出去 然後這些氫 在外面是 電信是 positive charge 裡面是負性 所以它有一個 electric charge 對不對 而且它外面是酸的 裡面是解的 所以它有一個 chemical potential OK 所以有chemical 有electric potential 就會變成一條 electrochemical potential 來drive ATP synthesis 這個是現在大家在大學的教科書 都是這麼講的 那這一套理論 後來當然 Peter Mitchell 自己做很簡單的實驗 證明 只要把外面 給它很多的氣 移植 然後有ATP的合成鎂 在那個膜上面 加上ATP加 inorganic phosphate PC2 label 你就可以得到ATP 有PC2 label 的這個product 所以就這麼簡單的實驗 把它證明 它是對的 可是呢 這個研究 不是那樣的 一下子就能夠做到 因為呢 我們在那個時代 最需要就是去做 membrane enzymes 要把它Purify出來 來放在膜的membrane上面 再去Demonstrate 它有這一種 所以說Vectorial Metaphysis的 這個活性 所以呢 就要去Purify 這個enzyme 那我現在講這一位 我們大家都很熟的 這個 Professor Sunny Chen 他當年呢 就是最喜歡去 跟我們Leg合作 因為我會做很好的 音障給他 所以呢 很早 他在挑Tap的時候 就常會去 跟我們要 我們的enzyme 來合作 結果很有趣啊 我在做生物處處長 他剛好回來 終於願意做副院長 哎呀 他就說 你就是這樣 你跟我合作的 那時候他都叫我喂你 我就說 那樣 我就謝謝他 回來台灣 幫我們 帶領這個經濟體的 有國家型計畫 那時候 看起來還 比較有這個精神的樣子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Dr. Rinker 是 Cornell的一個 Biochemistry Department的 主任 他就是 第一個 最支持 這個 Dr. Peter Mitchell的一個 Biochemistry 他是 負責把這個 ATD Synthesis 把它給 Purify出來 而且把它重新 換回 Memory 而且Demonstrate 這個 ATD Synthesis 只要給他 有 Trotrograding 給他 P生命度 Label 跟他 Meganesis ATP 他就可以去做ATP了 所以呢 這個 Dr. Rinker 大家會說 他其實應該 有機會跟 Peter Mitchell一起 得到 Nobel Prize 可是很遺憾 因為 Peter Mitchell的貢獻 是一個 跨時代的貢獻 Trotrograding Synthesis 把所有 Chemical Hypothesis 那一方的 全都 把它們給下去了 所以呢 美國的所有的 科學家都覺得 為他報名 後來這個 Dr. Rinker 從此 就不再做法 Chemistry 他就開始畫畫 就是 他覺得這一行 他也 貢獻已經夠了 那他大概做了十年的 那個 Hornel 生化系的 系統 那他也是我的老闆 非常好的朋友 因為我的老闆 是 呃 對他的這個 呃 所謂的這個 Vectorial Transport 這個 Catalogs 吧 ATP Sciences 給他很多的建議 因為我的老闆以前也是 做過這個 Reconstitution 的 Experiment 那我的老闆呢 我畢業 後來 他還 常關心我 在台灣有沒有 好好做研究 因為他曾經 認為我回台灣 大概只知道 這個 養豬科學研究所 去做研究 因為他知道 有一個養豬科學研究所 就在我們附近 所以他 非常的 啊 對我 離開他的Land 跟他去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他好像 耿耿離開 有一年 他辦了一個研討會 1986年 這是三十年的 Reconstitutional Inspiration System 因為他是這個 離譽的大師啊 所以他也請了很多 像這個是 曾經做過 IU1月1的 這個 President 叫做 Kuniyagi 這是非常有名的一個 Japanist about chemist 當然還有很多 其他的 歐洲來的 翻證的時候 跟這些大師常常在一起 是一個 學習的最好的機會 那 我剛剛也在 Coffee Time 提到說 後來 就 回來台灣 沒有太多的可以做的 就是 做了一些 啊 醫院的醫生 會請我 幫他們做診斷 看看你們能瞭解 那些病 到底是不是 維腺體的 功能的問題 那 我做了很多的 這些 Biochemical Assets 或那些 啊 Scaliform Muscle Thermocations 可是 都沒有辦法做確診 因為大家知道 D腺體功能異常 再很多的病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它不是一個很具有診斷的指標的作用 所以呢 我後來 就 對這個 Modicator Genetics很有興趣 那我就 特別跑了一趟 在一個暑假去挑Tek 跟這個 Apardy 他是在 Division of Ology 跟他 有一些 學習 也很短的時間 那 他是第一個 Single-handed 去 把我們的 Human Modicator Genome 的那個 Math 把它給Math in 完整 就是說它的那個 Open Reading Frame 到底做出什麼樣子的 這個 Transcript 它是 完整的 做出來 所以呢 它的那個 Lab 可以說是 這個領域裡面 最有貢獻 在那個時候的 Modicator Genetics 那他後來 也發現 這個 Modicator DNA 有一些 Permutation 會 accumulate在 Aging Human Skin 這個已經在 1980幾 87到8的時候 已經在後面 然後呢 他跟這個 Doc Wallace 這個是 在美國 也是一個 他們都是國家 這個全力變勢 都非常地資深 他們在2000年 得到一個非常大的 Award 因為他們的 Contribution 在 我們對於Math in Genome 的了解 做出很重大的貢獻 也對於一些 人類疾病 對於地線體的 基因的 突變的 解析上面 有很重要的 一個 Contribution Apari 是一個 義大利人 他一輩子做了 非常多的研究 這個就是說 他把這個整個 Mapping 完整 知道哪一個 Opening Radiant Frame 所做出來的 Gene Product 是做的哪一個 Respiratory NM 是用的 常況檔說 這個Math in Genome DNA 是個原的 而且他只會 做出13個 Peptides ND 就是NADHD Hydrodon 它總共有7個 Peptides Cylophone C 有3個 Peptides Peptides 有兩個Peptides 還加上 有一個SynLome P在這裡 它兩個 Math in Genome Gene Small and Large 意思就是說 這個Math in Genome 做的這個 Transcript 其實沒有非常多 總共有37個 其中有22個 是TRMA 這些TRMA 這個 Dulamina Poling等等 而且 兩個Straint 都會有Coding Transcript 所以跟一般的 是不一樣 那我先跟大家說 立腺體要能夠 來生產 需要有 這個核 跟立腺體 兩個基因組 來合作 因為 Malachandria 自己也會 做出一些 Protein 大多數是從核 做出來的RMA 在SynLoplasm Translate 成為Precursor protein 再併到Malachandria 所以 這個是非常 適合去研究 蛋白質如何在做 出來的時候 送到該去的地方 所以Malachandria 曾經也是做 Protein Translocation 一個很好的Model 大家 研究這個的 熱炒 也是在 七八年代 有好一陣子 非常的熱絡 那我就 因為要講這個Malachandria 其他的 都是由核 的DNA 與Coordinate 所以 Respiritanin 和SynLoplasm 是要從兩個來源 來Coordinate 那這個是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等一下還會用到 我會跟大家說明 兩個基因組之間的Coordination 是一個健康的立腺體的生成所必要的條件 好 那我要講立腺體 指定 這個就是我上次在日本 給他們做一個回顧 就是說 Malachandria Malachandria 過去這60年 他是怎樣發展到現在 這個是一個醫生 Dr.Wolf Luth 這個是一個Biochemist 是Glas Ernst 他是一個 也蠻有名的 Swedish Biochemist 這個說實在 在那個時候 他們第一個 Identify 一個立腺體的基地 是很特別的是 Hypermetopolis 通常滿身是汗 這個 Heavy Sweating 那這個是他們 發表在 The Journal Clinical Investigation 在那個時候 就指 講了 Clinical Biochemical and Morphological 的Students OK 那當然不能講太多 只告訴大家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 這個病人 他是沒有辦法 Respond to ADP 的 addition 也就是說 我們一般的 正常的 蠻抗絕的 應該像左邊這樣 就是說 你沒有ADP 跟有ADP 他的那個 Respuratory Rate 應該有很大的不同 那這個 正常應該是這樣 他那個 增加 這個是 有增加 就從這個 Blank 這個 變成這個 Open Bar 可是這個 病人 他已經幾乎都已經 衝到你 這個叫做 Ross of Restoratory Control 也就是說 這個 Response to additional ADP 的 Sensitivity 已經不在了 就這個叫做 Uncoupled 那我問大家 知道什麼叫 Uncoupled的概念 我們的 我們的 Valcoundary 你只要給他一個 應該有個 Subscript 給他 suitable 這個 condition 包括有 Inocent 發水等等 他是用一個 比較Slow Respiration 這個叫做 Resting State 你假如給他加 ADP的時候 他要 Activated 變成State 3 叫做 比較Active 叫做 State 3 這裡 Respiratory Rate 的Ratio 叫做 Respiratory Control Ratio 這個是一個 Indicator of the Structural Entegrity of the country 這個 通常可以 Bioactive Compounds Affecting Mountial Function 那我剛剛 有跟幾位 年輕的 研究人員 說明 我回台灣 其實 就靠著這篇 Archives of Chemical Physics 這個文章 去Define 我後來利用這個System 可以去很快速地 在陽明那麼有限的資源 去拿人家不要的老鼠來 把腸椎 排手出來 然後可以去找一些人家 可能覺得這個藥 會造成立現你的 這些工人的異常 我就這樣很快速去Screening 很輕易 我Screen很多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說 剛剛回谷的時候 我要用什麼錢 25萬對我是很夠的 老鼠也不要錢 對不對 那其他的 謎點的話 或就是 跟人家戒然 就可以 來測這些 很重要的 他們就Functional Index 其中 另外一個Index 叫做PO Ratio 就是說 我剛剛都是已經 告訴大家 我會加ADP進來 我加進來以後 他的 呼吸速率會加快 所以這個State 3 跟State 4 的Ratio 叫做Respine Control Ratio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這個State 3 這個過程 我會用到多少Oxygen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用到多少Oxygen 就可以把ADP 變成ATP的話 我就可以當作一個 這個Efficiency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就靠這裡 你的Markers 可以去Screen 很多的Bioactive Compounds 然後寫一些 這樣子的 叫做 比較 Mesothology的Paper 然後後來當然 用這樣的方法 就可以Screen很多的藥物 甚至我後來 跟大家講 我就用這個來Screen 一些 對Sperm Matility 有一點典型的藥物 所以我曾經做過 一場 時間的 這個 生死生化學 那我現在講到 我做這個 比較 跟遺傳有關的 這個是有了 在 八九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 因為我已經 做 那時候叫訓導長 我已經回到實驗室了 我曾經因為 好段時間都在做 學生的 那個事務工作 沒有太多時間 後來 我這個 叫做 岩子成 是我們這個 楊米第一屆的醫學士 到榮總工作 他跟我 練PhD 這個學生 後來去跟著 Dr. Wallace 後來也在美國 發展不錯 那這個是一個 金光亮醫師 是一個 我們叫做精益道 開刀開很多 所以他 非常多的 Balaxy 所以那時候呢 他給我 他做那個 Libre的Balaxy 這個 很多的機會 這是他們的主任 這是 我帶著他們做的 那這個很簡單的一個 就是說 Human liver Balaxy 它會 Decline With age In terms of RCR 和ATPO relation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 研究 那我 把很多的 這些 不同年紀的人 的Libre 拿來Asic 所以我就是靠著 這個技術 能夠把很多不同年紀的人 的Libre Balaxy 很少 那你就可以看到 隨著年紀 他們都會Decline 那這個是 第一篇 真的是 把人的 組織 細胞 避腺體功能 會隨著年紀 而Decline 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配備 像他們跟我說 至少被刪了 六七百片 六七百次 那這個是 第一個 那時候做 1989 做 做完了以後 就要去做 為什麼它會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要去做 Genetics 就開始要去 研究這個 它的DNA 到底有沒有什麼 影響 那這個後來 當然做了很多 就是一個 後來 做一個 Review Mars 就跟大家講 這個 Oxity Consumption 大概都會掉下來 這些 Respirative Compasses More or Less 也都是有Decline 所以這個 或者會變成一個 很確切 可以講 正常說 年紀越大 這些理工人就會越 有問題 那這個最主要 事實上是它的 發生的 質跟量的變化 那我因為沒有 時間去講 Age 那麽大的研究 這個是在 九年年初做的 我現在跟大家講 是比較後期的 就做到病 那時候 老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我們把這個病 先講 就知道 這根本也有關係 那立腺體的疾病 我剛剛已經稍微講過 它其實是 兩個genome 要一起合作 講得出問題 就會剩下 整理工具 所以 這根本也有 這個 Numgine 或 它的DNA 的 mutation都有可能 Affected by Negetic function of cells 那 我們這種病 最重要的影響 就是 能量需求最大的 這個骨隔肌 心臟肌 還有神經的系統 這個是我們最常聽到的 neuromuscular diseases 很多都是我們 立腺體的功能 造成 還有 我後來 也有機會 就是 常常它都不同的組織 不同的細胞 我們也做了很多 T6-5-4-0的 基因 Mutation的分析 還有呢 我 剛好以後 很多的醫生 都是我們以前 在陽明 教過的學生 到了醫院以後 他想到說 這位老師以前 教滿康學 好像 可以照他來 看看有沒有什麼 這個 DNA 所以很多的學生 後來 也 回到學校來 跟我一起做 PhD-4-6 那 這個是我今天會 講蠻多的 或者說 Over-production Reactive-oxin-slices 事實上 很早就去管這個 是我在 很早的時候 就注意到 這個立腺體 不是只是 ATP 製造出的問題 是因為它有 產生太多RS 所以呢 那個細胞 會有很多的 stress 這個stress 會induce 我等一下要講 Metabolin reprogramming 在這個 有病的 一些細胞方面 非常有趣的一些 現象 那 因為我做這個 疾病 一定就是要 我個人的施 那 剛剛我們就是在 DCI-2 這也是一個 生涯 很重要的一個 合作的對象 就是 這些無蟲醫師 那 這個 像這個病人 其實 也 人家不會怎麼辦 因為它是 根本就不typical 它是very buttypical 是MELAS的 CPO 所以像這樣的病人 真的無蟲確診 所以也是因為 我們有 那個genetics 分析的 這個品牌技術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快的 替這個病人確診 它是一個 有3243A2G的 mutation 那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配件 那 我就常常講 你有準備 這個機會就會 在你的手上 我也沒有掉 那我應該在 美國念書 我也去修修 什麼叫genetics 所以呢 我是在chemistry department 所以呢 這些技術 回來 你快就可以pick up 早期呢 這種病呢 都是要靠著 這個 這個 或者是 這個 都是要靠這種 染色 這個是 叫做 Modified 這叫做 TP Stamine 那這個 在 比較有的 醫學中心 都有 這個 Mapas 這個 做 Muscle Stamine 的 那像這個 做 activity Stamine 就是 比較清楚 有一些根本 activity 這個人現在才會看到 像正常應該 activity 蠻高 這個是一個 也是有病的 範疇的 Skeletal muscle 那因為今天 講科技 我再跟大家講 這一些疾病 為什麼 會有機會 讓你們來做 因為醫生 他們常常都 開會 一開會 就吵架 吵到最後 真是沒有結論 那這個 Demoral 這個教授 他是一個 Urologist 他的 paper 到現在 大概有七八百篇 他是 Colombia University School Medicine Urologist professor 那 我也認識他 很久很久 因為我在巴黎 你們的墨西就開始 從事這個 裡面的研究 所以呢 我也 開始就對這些 Neurovascular diseases 就 慢慢去 跟著臨床的 這些需求 自己去摸索 所以我知道 很多的病人 雖然他是有 Alpathy 或是 Encephalopathy 他們 都 Exhibited Defense In Myocondrius Lagra Enzymes 你這樣去做的檢測 其實對 那個醫師幫助不大 因為 他不知道 到底怎麼造成 所以呢 在1960到80年 這差不多20年之間 這一個領域的 這些 臨床醫師 分成兩派 一派叫做 Rumpers 一派叫 Splitters 講講就是 頭派跟五派 他就是 看到他分很多 很多的不同的類型 很多人就說 他們看起來 根本就是 同一種病 不同的表現而已 所以 講了很久 都沒有結論 所以 這時候叫做 Unmade Manical Needs 就留給我們 這些有準備的人 那 這一個 Buffin Sir Wallace 他不是一個醫生 他是像我一樣 做技術研究 他就是在90年 這個June 就是六月 他是發表了一個 說是TRA Lycine Intention 是一個 這個 MIRF 這個Syndrome的 主要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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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ease Gen 那 當然這個都是用一些 有些 有些細心填彈去切 然後他就 看他會多切出來 這個正常的人 就不會有一個 多的Sight 所以這個 這個是 8344A主機 就CREATE 這個Newish Sight 在那個時候 這種 這個 檢測 都要自己去Design 那個Primer 它的Primer 很短 我們覺得不太好用 所以我們 這個是他做Sequence 這個要是Confirm 的確是 這個 正常 跟不正常 也是有一個 Point implementation 第一組機 那我在90年代的那個 時候 我已經有掌握了很多的T恤 你看我這12月 就趕快送Primer出去 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怕說 特別的朋友們很快 可是這做了一個PHC 很早期 你看我們這個 也是在我們自己的 台灣 找到一個家具 然後就 真的說做也就是 不能給人家辦法 趕快就沒有得做了 所以就送到那個 VRC快一點了 因為是在台灣 你現在送到那個 很大的條件不容易 一樣 很會討銷 那時候我的學生 自己hacking的Jail 然後常常都會留不掉 不然等於一半都不信 要重來 那時候是很清楚的 那學生也很乖 剛才你們想說 那學生以前 以前的學生跟我做到半夜 都沒有人要回家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東西 他做出來他就可以畢業了 果然他就做出來了 這個學生可能就畢業了 好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麼多的這些retations 都是靠著這樣一堆學生 跟著我 那時候我已經做了什麼學部展 所以我每天都可以在西間市 就是做這個Line工作 那我做了非常多的病 那這個病 你在這裡看得到 我大概很多 我們都做過 包括LH-OVN 那我要簡單的講 這很多都是很細心傳 所以我在那個時候 很多的病人 尤其是媽媽 她怕她爸爸知道 就送到我的Line去 因為醫生會跟她講說 你從前味道說 我幫你看一看 會不會 我可能會找到 你應該跟她講那麼多 不然會一起家庭的革命 因為她這個 這個夫家只要知道 這個病是這個媽媽來 那還得了 所以我還常常都要替她 keep confidential 這個告訴她 以後要生小孩 要注意 來找我們 我們幫你先做檢查 做我們的prenatal diagnosis 所以我反而做過很多這種 叫做更多 這個私密的一些檢測 也不能加收錢 也沒有記錄 我只能口頭下去喘 告訴那個醫生 好 那這些做了那麼多 因為做我就覺得 這個裡面略有意思 因為這個 買的康哥DNA 那麼多的 療療療 它到底怎麼會發生的 所以呢 我那時候 也因為做了A9的study 跟這些子弟 越做越來越覺得 這裡有很常見的 你們可以去 5KD Delation 就是very frequent 常常在CTU的病人 跟NH 都看得到 那這個 BGDNA 就變成了非常重要的 一個研究的題材 所以我 已經都不再做精子研究了 那時候 完全switch 做我們的contract diseases 那 因為到臨場的 那個 畢業生越來越多 你就越來越多的學生會 找我來做研究 所以我就越來越 對這個病的掌握好 就越來越能夠完整的去 處理 所以各種的病 送上來 我們當然 第一個就會有 Muscle Ops 在那個時候 我們一定要有 一個 Nedal Ops 然後 當然有一些時候 Clinical Science 也很重要 在我的 lab 就先做研究 Clinical Assets 去看看那些 Restated Enzyme 的Compress 有沒有 活性的問題 還有一個染色 那我實驗室 後來也展開了這些 這個 這個 Activity Stating 當然 最powerful是這些 你們叫 Genetics 做消耗 做這些 PCR 還有 你剛剛看到的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我的實驗室 非常的忙碌 而且很多的病人都會送來 因為從來 每一個醫院都還沒有 能建立這樣的 一些診斷的平台 所以我是三個一起做 然後做這樣子的 confirmation 然後就可以 像這樣子 常常有一些 這個很有趣的 Panicals 那我要講 這一個是一個 廉立民 他現在是 信光的副院長 他當年還是一個 很年輕的 主治醫師 聽我的演講 他就送來 這個家族 結果這個家族 是一個很特別的 媽媽遺傳來的 Diabetes 跟 這個 失聰 然後呢 他也看不清楚 這個是怎麼樣的病例 不過他聽我演講 看起來好像是 母系遺傳來 非常的明確 而且他有 試著 講解一些 Family Negros 那就也有很多的機會 那我就去做 我們的 Mutation Analysis 然後看看這些 Clinical Phenomy 的associations 然後呢 也看到他們有非常 多樣的疾病的表現 Mutation System 比如說 像這樣 你看這個一定 平常 大家都會去想到 這個到底是什麼造成 所以他們 曾經三代人 都是被當作 一個 古系遺傳的 糖尿病家族 治療 治療這麼久 好像都沒有什麼 效果 而且這些病 也有一些 好像還蠻嚴重的 後來 還不能夠生命 很多女性不能夠生命 像這一位女的 還能夠生命 不過生命 不是太讓他高興 因為他又把他的基因 又一傳下來 所以這個家族 一直到我們手上 才真正的確診 他所有的這些診斷 你可以看到 都是很符合 一般的糖尿病 他這個BMI 你看 都是還蠻 這個 abnormal 還有 他的很多其他的 index 看不太清楚 這個 還有abortion 事數都很高 反正這個是非常 很難的一個 所以這個到我的Line 你看 這個能夠幫他 診斷出 他這個Mutation 在我的實驗室 那時候 有非常多好的學生 這很重要 好的學生在 我的Line 你看 五九 一個五六八 一個resolve 這麼得清楚 他就可以去進去定量 所以把他定量出來以後 這也是第一次 我們報告說 有這麼低的Mutation 就可以 造成這麼嚴重的病 這個都是他 有病的一些 包括用 這個CD 包括 用Bestad 這個 可以看到 Horeal Citital Area 都有 一些 Bestad 所以這些做法 其實 我們還要 往下做 因為 再怎麼做 對不起 再怎麼做 都應該要有一個 Magnosis Pastogenesis 所以呢 立腺瓶 的DNA 有問題 一定有一些 它的上流的一些原因 對我 當時在做的研究 我是非常有興趣 這些reactive protein species 所以我就很focus 到你這些病人的細胞 是不是叫 Oral production H2O2 它去damage這個 genome 而且它會不會有一些 我們可以看到到的 Marker的一些增加 所以也很敬念的 我的學生 跟那個家屬 這個 有很好的關係 當然 我們就 有辦法去取得一些 Bopsis 就可以來養 包括Blox 然後呢 去分析這些細胞的 各種DNA Activity 還有可以去 Message 很多的這個 Gene expression的這些 Product 到底是不是有異常 Boward protein RNA 這個是我那時候 最想要知道的 然後再看看模式 就是Bamage OK 這個也是 有一些佛士巴的學生 這個 如青教堂 曾經在我們的 ECC代過 好 那這個細胞 兩出來 這個是非常的怪異 這個長得非常的 不正常 所以 那個 大哥有常常跟我說 老師這個到底還有一個 四招 我說你就繼續養吧 養了以後 去asset它的Activity 發現 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就是這個特別的高 我們以為 你剛剛掉下來 只有它很高 所以你看看這個 MSOC在地面 它的表現 就是 Message RNA 特別的高 這個 很多的這個 Protein 這是mRNA 是Protein 這個mRNA 也是一樣 Catalyst Message 特別的高 所以這一些 mRNA高 Protein也高 我們就發現 這個MSOC是特別的厲害的 這個Catalyst 也有一些增加 這是其他的GPS 也有增加 所以 我就 suscept 這個那麼的高 那這個GPS 也有高 會不會就會 accumulate 一些H2O2 然後展現Fandrossy Radicals 那一測 的確 H2O2 跟這個SuproxmRNA 高 這個高的特為危險 那它高以後 就是SuproxmRNA 應該有 這個Hydroxyl Radicals 應該會 會在那邊 attach DNA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biomarker for static damage to DNA 所以這個 在那個時候 也就 對於這個Message 會增加 就蠻有興趣的 那我剛剛講 這個 imoral 後來就 做了一個 review 就講到這個 把它看到DNA 大概有 超過280的 會 會 在人的疾病 會偵測上 所以這麼的多 我今天就只能跟大家講 這個MIRF 這個MIRF 其他的病 實在 不同 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講得很深度 那 我要講這個之前 我一定跟大家說 我做了研究 真的是因為 會有些臨床醫師 給我這個提醒 就是 unnet medical means 告訴你 那我剛好有這樣的一些 簡潛的平台 所以剛好 這樣子做起來 就非常的有效果 假設 他們那些病 找我 也沒有那一名牌的 可能也是 把他丟在那邊 找不到什麼樣的一些打案 所以 我是非常的lucky 因為在這個時候 不管是做這些 肌肉切片 或者是 行醫 能夠給我 10到20cc 做很多的這些 各種的 acids 那 我也慢慢自己 跟這些醫師 認證很好的 合作伙伴 到現在 跟他很多病 一起合作 所以呢 我就對於這些臨床 我也慢慢的 蠻有一堆了解 所以 也比較能夠 去做個 正確的判斷 應該從什麼地方 下手 才不會大喊到一陣 所以 我還蠻多的 能夠很快的確診 這個 大概是什麼樣的病 這個MARP 我們剛剛講過 A2G 8344 我就拿這個 當時的那個 WARISC 1990 就開始 按我們91 就有這些 那他們最主要就是 Compress 1 4 就 Complex Efficiency 那 RS就是 我一定要講 這個 就是在我整個研究的 一個貫穿 這麼多年 就說RS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呢 你看看這個 這個 這個 我還記得 這個是盧博士 就是盧希釉 所以 他跟我一起 做了好一套 一段時間 這個病人 這個Proben 也不記得 他一個妹妹 一個弟弟 都是差差兩三歲的 可是他們當時都沒有病 只有他們病得非常重 這是一個 這個 就是 這個是Proben 其他這兩個 是Astomatium 就是沒有病的 然後重要的就是 我們當時都用細胞養前 這個太重要了 所以我養了這麼多的細胞 就變成後來 真的能夠很長遠的 研究的一些 生物材料的一個 重要的原因 這個就是這個Proben 你們看一下 它的Mutation也都還蠻高 可是只有他有病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只有這個Proben 就是四之一 之二、之三 在那個時候 完全沒有什麼病 他的媽媽 有一點點的問題 不是那麼嚴重 好 那做很多 Microarray 也做了Probiamis 那我世界的外星 我就跟大家講 他在Nantombia的 相關的一些 基因的表現上 的確都是 比較不足 都是Deficient 那這個當然不花很多的錢 我們最後都是要確認 這個Western Flood 你看看 像這個Murv的病人 就是Cost 2 這個我已經做了好多的學生 都 在男士之中 早也知道 你看看 有一些是比較少 所以他有Defense 在Destination 你看看 就是Probenis 都是從Skin Combo Plus 所以我要讓大家 在記者 我剛剛說的 妹妹收集比較高 對不對 在CPU 我們發現這樣 在J的病人 四之一 也是比他的弟弟妹妹 都來得高 你看2.1倍 他的Nant activity也高 這個是我們認為 這個 因為他的Stress 造成 他有這樣子的 基因影響性的一個結果 除了那個家族 我們也找了好多其他的家族 一樣的 Nant activity也特別的高 Nant activity也高 所以呢 你就去Major 那個Hydrate 那個病人 比他的妹妹弟弟都高得多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們後來就 去做這個 Microscopic 的這個 一個 observation 就發現了 這個 正常的Malacandria 應該像這樣 他有非常好的 這個Networking 可是這個病人的 他就是會 這種Fragmented 的Malacandria 而且他們會 狙擊在這個 河的四周 叫做 Nuclear Distribution 這不太好 好 你假如去做這個 Time Lapse 的 Fragmented Microscopic Recording 你會發現呢 這個正常的 這個Normal的 他應該會移動 譬如說幾秒鐘 你看到那個 不同的顏色 沒有不同的Future 你會看到他有在Move 這個幾乎都不太動 可以有Multi 所以我就知道說 這個Malacandria Dynamics 在這個病人的細胞 是正常的 那 譬如說 這個 很多的 這個 這個 X2O2的影響 會造成這個 不太 這個 如果Multi 它其實還 影響了很多 這個 Anti-Occident Defense 的一些不平 就是造成 X2O2太高 然後 X2O2 就會去 Damage Malacandria 其中 有一個就是 Aconitix 後來一個 國師班學員做這個 做得很好 後來發現這個鐵 會Release出去 一個 Fenton Reaction 造成整個 Hydroxy Radicals 這些Hydroxy Radicals 會 Damage DNA 等等 所以後來我們知道 這個 Hysel Physiology 沒有新種 是跟這些 Hydroxy Radicals reuse damage 很有關係 好 那我現在要講這個 Malacandria 那個Damage之外 這個細胞 還會 自求生存 因為呢 他不太能夠繼續 用油氧代謝 因為 他的 Balacandria Respiratory System 所以他的PDH 這個地方 會被shut down 然後他會走這個 這個 所謂的 Lactic Fermentation 就是會 增加 Glycaris 這個是 Lactic Balum 這些病人 都比正常的 這個健康人 高得 多得多 這個一般人 大概1.2mm以下 大概3.4mm左右 所以Lactic 高 那實驗室 後來 為了要證明 這個 Malacandria DNA 的餘性的確會造成 很多的 Malacandria Dysfunction 所以我們就 Develop一個 Cyber System 就是 把 變冷的 Fibroblast 去了核 留下他的 Malacandria 然後跟這個 Human的 Osteocytoma 去掉 到 Malacandria 這邊 用那個 Dephilim 把它 處理以後 我們就會得到 ZorZero Cells 這兩個Fuse Random的Fuse 然後在這個 Slash 裡面 你就可以去得到 一系列的 Cyber 所謂Cyber 就是Cylon Rast Hibroblast 那你就可以得到 有一些很高 有些 幾乎都是 R-type 就像這樣 這個是很高的 R-type 其實就沒有什麼 R-type 這個幾乎都是R-type 它的R-type 就很高 那我們首先 就會去證明說 這一些 有高的 這個活性 是沒有什麼Mutation 然後呢 我們要去瞭解它們 看起來是很好 所以這兩個 就是屬於這個 高的 C2E5 是比較好的 這兩個是 有很高的 這個 Damage 或者是Mutation 那他們就是用Matic production 來產生 有一點點的 這個 ATP來 Survive 所以 記者這個 有貼選的系統 還是可以活著下來 只要你給它 適當的 Meeting 好 那我們要在細胞 的基因的表現上 去做一些 驗 看看 看看它的那些 Complex 22345 是不是真的 比較差 所以 果然 Nutant 都是這一些 R-type 都比較不好 換過來 Glycolic 都比較不好 就是說 這一些 有歷線性異常的 細胞 它會switch 到 去得到 比較 快速的 ATP的供應 你看 它的這個 PDF就 掉下來 因為它不太需要 這個 用 抹氧代謝 所以 它反而要抹氧代謝 所以它 表的DH比較高 PDK 你看它 它表現比較多 它會去抑制PDH 所以 這個細胞 有歷線性異常 它就會來利用 叫做 Glycolic 所以 你會看到 有 比較多的PH 下降 就是酸位 比較多 Hetrocellular identification 所以 這個儀器 就是Sea Fox 就是 也是我從國外 第一個拿引進 到了台灣 來做這個 同時分 分析 Blycolic resurrection 分感的 Colars Cultural Cells 所以 這個是 有病的 都是這些不好的 這個是 這比較高 這可以了解 正常的 就是用抹氧代謝 有病的 就是用無氧代謝 無氧代謝 就是它要用比較多的 這個 痰 這個 有氧代謝 就比較多 就是 有氧 這個就是看清楚的 兩個不同的 分析 這個意思是 比較這個 Aerobic 這個是 Normal 這意思是 Binning Glycolic 所以 Oxigen consumption 是這個 Normal Skeleton Brass 比較高 它用比較少的 Colars 大家記得 這個 正常的細胞 會有利 部分的能量是來自 Colars 只是它們的 contributions 不一樣多 好 那我特別要講 這個 Over production 也要讓大家知道 假如 我們這個 養細胞 不給Glucose 給Galactose 你看它細胞 會死掉很多 這個 Cell Viability 在這個 有病人的 你一定要有 Rucose 才能播到 你只要用Galactose 你這個病人 會死得很多 這個 這個 就是它 因為 ROS比較高 所以它的 那個 Viability 就比較低 Cell Viability 就是黑色的這個包 ROS 特別的高 所以 對於這個 有病的細胞 你就會產生比較高 ROS 甚至 讓這個細胞死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所以 我現在就要跟大家講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Adaptation 因為 有這個 立腺體的缺陷 所以它 產生了 比較高的 RS 所以呢 細胞就會 Induce 一個Adaptive response Try to survive Under這個 Ostative stress 的 condition 那我把這個 做一個 先 結論 讓大家知道 立腺體功能不好 我剛才已經說了 產生比較少的 ATP 可是我又跟大家強調 RS 會比較多 所以呢 RS會 怎麼樣的來增加 Galacallus 是透過 AMPTA的活化 AMPTA的活化 會這些活化 PFK祝福 它會產生 這個 所謂的 啊 比較 多的 這個 Activator 這個 PFK-1 這個是PFK-1 在這裡 它會需要一個 比較 2-6 這個 Desponse for Factors 或是Factors 2-6 Desponse 會來活化 PFK-1 PFK-1 是最重要的 Pathway的 所以 就這麼樣的 一個Pathway 來解釋了 我們 在病腺體的 病人的細胞 可以看得到 它為什麼會用 比較多的 這個 糖解代謝 那左邊呢 事實上是一個 大家也許 也常常看到 人家講 這個 癌症的細胞 這裡是唯一 我跟大家講的 跟癌症有關的 因為像 PFK-3 大家知道 它常常有 Mutation 一有Mutation 它就不會去抑制 這個 通常 假如PFK-3 是一個 Walt-type 它會去抑制 這個 因為它會去 activate 這個 Malcogen的 Oxidane force 也許大家知道 PFK-3 是 required for assembly SCO2 的一個 這個 這個 所以 常常有很多的 Tensor 這個 Cells 因為 PFK-3 所以 它沒有辦法去 reserve 它的 negative regulation 它的 Halcolysis 反而 Halcolysis 會被 活化 X2O2 通 AMPT 這個是 很重要的 一個 條件 那 我要講這個地方 是因為 它會不只 它去做 elected 它還會做 NADPH 你先記著 我們的 這個 不好的 代謝的 一種 條件之下 不只 細胞位置 想要取得 NADPH 它還要取得 NADPH NADPH 對它 非常的重要 那 為了要取得 NADPH 這AMPT 要被活化 AMPT 是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 承認的 一個 RESD 172 這個 它被活化 整個 AMPT 就會被跟著 活化 所以 只要加 S2O2 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的 AMPT 是活化的 你看看 這是加 S2O2 這個 也許 100到200 就夠了 快的上漲 這是加到 120 就非常的明顯 就是 AMPT活化 以後 你可以看到 PFK2 PFK2 活化 就會活化 PFK1 剛剛已經在前面那一章 在大家講 PFK2 活化以後 它產生這種 機器人的活化 PFK1 所以增加 Colysis 好 那我們的這些 硬體細胞 因為我們叫做的 RS 活化 AMPT 你可以看到 它的 PFK2 所以 所以 這裡 調解 Glycolysis 重要的 KNS 都增加了 可以看得到 它因為 RS 比較高 這RS 比較高 所以它的 MIRF 細胞 比較高的 這些Clycolytic N9的表現 它的Lactic 比較高 這都符合 剛剛的Skin 不但難使 剛剛講說 它要NNDP 要增加 為什麼 因為它 需要有一個Copy 蜘蛛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種細胞 有比較 給它一點的S2O2 它就很快 到Glycolytic 就增加 它的Activity 也增加 最主要 它是要增加 NNADPH NNADPH 是來 來清除掉 S2O2 很重要的 一個 Reducity 對不對 透過 NNNADPH 或是 Cyreveloxin Cyreveloxin 等等 這個細胞 需要NNADPH 也許 你可以在這裡看得到 假如我們加 ADMPK.1 不讓它去製造 這個 NNADPH 來抑制RS 你看它細胞 就會使得比較快 這是加 DMPK.1 這些有病的細胞 叫做 Wall Sensitive to 我們的 DMPK.1 好 這個是病人的細胞 你看 它會 比較高的 這些不同的 Anti-Occitant proteins 這個 Proxy 這個是在 它就很像 一個 Anti-Occitant 是 所以這些都會這樣 只要你 一直多溫度的 處理 細胞就會 比較高 那現在這個是用 MURF的細胞 Skyphopolis 可以 可以看得到 它的NADPH 是比較高的 這是定義 NADPH 比較高 GSH 也比較高 因為我NADPH 就會用來 把 GSSG 又 還原成 GSH 所以這個是它 很重要的一個 constitutions 就是 NADPH 可以看得到 這些都是 constitutions 會比較高 你看到 它們的BAR 會比較高 意思就是說 它是一個全方位的 Upgrade 它的Anti-Occitant 所以這是一個 Summer 這是Desease的 所謂的 Pastrophysiological 的一個 Interpretation 為什麼 這個 變成 沒有這個 NM activity 的那個 Fibre 它會有 比較高的 GSH 原來 它就是因為 有 比較高的 NADPH 的增加 來 G SSG 所以這個是 完全符合 我們的 Stinning 的Data 我剛剛已經講過 它 是因為要來 Coping Stress 所以它要有 NADPH 才能夠把 H2O除掉 所以我就說 這個細胞 它是 為了要死吧 所以它要進行 Laborer Programming 從有氧代性 到進入無氧的 環境代性 去 Overcome NH deficiency 同時要 Hans NADPH H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非常 重要的 去警示 為什麼這種病人 永遠是 你可以 observe 比較多的 Lactate 也看到它 比較多的GSH 看到它 有很多的MentaOxidin 比較高 因為它活得下來 這種病人 可以好好地 生活 假如你給它 Reduct Steroid 這也是後來 很多的這些病人 為什麼要吃 Colinin Q10 吃這個 Antioxidant 包括 這個 Upolydicaceae 等等的 那這個Metaborer 我跟你們 我覺得更有意思 就是回到 這個細胞 在做分化的過程 你可以看到 非常類似的 只要你給 這個幹細胞 一個分化的刺激 在我這個系統 是用這個Oscogenic Schema 去刺激Oscogenic Differentiation 然後你去 這個 monitor 這一些 成果細胞的Markers 同時你來觀察 這個Bio-Energetic Genes 跟Antoxin Genes 有什麼樣子的 表現的變化 你同時來問 綠線體的功能 的一些調節 以及RS的Level 有沒有 什麼樣的變化 讓你去瞭解 到底細胞是怎樣來 Support 它的Differentiation 那這個 Oscogenic Differentiation 是一個最簡單的 所以 我們就 只要這麼簡單的 一個Medium 可以讓細胞 從這個 原來是Stent Set 就是Nesacranal Stent Set 分化成為 這個Oscogenic 那這個也是一樣 在不同的時間點 你把它拿出來 去分析這些基因的表現 你看到這些真的 這個Oscogenic 是Oscogenic 的一些基因 應該要被 Upreg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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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 我們要問 粒線體到底發生什麼樣變化 你看 粒線體的基因 經過兩個禮拜 它都增加了 只是增加了幅度不太一樣 不過 那個不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是 它最後的功能 真的比較高 Oscogenic Consumption 當然它的Malcone Biogenesis 也是 這些基因都上傳 特別是PGC 這個Master Control 還有呢 我們也很有趣 想要知道 這個Galacalus 這時候是不是會被關掉 因為它已經有氧代謝了 對不對 這是細胞非常聰明 它馬上就讓細胞有比較多PDH 而且PDK就不見了 你記得我剛剛講 PDK會抑制PDH 所以當你變成有氧代謝的FACE 你就會完全Switch掉了Malcone 所以那個Lactate就會掉下來 OK 那AT面的生產 就會非常有效率 你看看這個細胞 再一分的話 只要一兩天 你就看到非常快速 這些Malcone Biogenesis 你就上來 OK 都 都是非常快速的 然後Catalyst 要SOC都增加了 我們做了這麼多 我覺得非常滿意 送出去 就Stand Cell 就問我一問 你可不可以多做幾個DONORS 你可不可以多reproduce 你這樣的一個Demar面 所以我們就用另外找五個 你可以看得到 只要它的MSO 一個禮拜 就會被很快速的upregulated 這個DONOR1 DONOR3 4 這三個特別的遺憾 你可以看到 它們的Lactate 是降得最明顯 E30這幾個 第二就不太明顯 對不對 這個MSO-D 它的upregulation的程度不高 所以它的Lactate 也降得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Lactate的減少 事實上是 coupled with 這個switch from glycolysis 所謂的aerobic metabolism 就是說你的細胞 要有效地轉換它的代謝模式 從無氧變成有氧 你的MSO-D就要上來 所以細胞是懂得 怎麼樣先做好準備去迎接 要進入這個有氧代謝模式 所以你看它分化之後呢 這個Malachandria的分部 就大於這個 擴展到整個細胞的 periferate cell periphery 都可以看到這麼多的Malachandria 這叫puntic distribution 原來是在這個 它自己的核的周圍 叫做perinuclear distribution 所以它的morphology 就有大大的變化 OK 所以這是一個sum 就是說我們這個細胞 在接受到這個signal for differentiation 之後呢 它就會trigger它的 這個respiratory gene anthalicin gene 兩個都要upregulated 當然 Othogenia的Gene也是增加的 Glycolysis是降下來的 它為了能夠把RH去掉 然後讓那個Malchandria 不會有RH在那邊 會damage它的protein 或者它的很多的enzymes 這樣它才能夠support 足夠的ATP 去讓細胞做 Othogenic differentiation 同時它要有效地去進行 Ned-Holio-relioporality 做骨頭做到一個地步 其實我就會想到說 那為什麼不來做一些 很有功能性的一些 inclication 就是做Othogenetic differentiation 所以這個是很簡單 也是這樣子的 induce 在一個適合的 Cultural Media 來當 這個Mesachemal stem cells 去differentiate all the way to diposides 然後當然去檢查 它的marker 去分析它的 Spiridal enzyme context 有沒有這個表現上的變化 同樣的它也是越來越高 就是 所有的compact都增加 不管你這個Mesachemal stem cells 也是從Mesachemal來的 或是Paul Blanc 或者是從其他的 Ethiocent tissues來的 常話講說 一樣 你做這個 Ethiogenic differentiation 你也是 Othogenetic consumption大幅的增加 OK 它所有的指標都增加 ATP也是增加的 所以這給我在 Othogenetic punch 你可以死 它就從 這個Aerobic Switch到這個Aerobic 包括TCSI 和Enzyme 也都是 同時都一起上 都增加了 反正Blycolic會掉下來 這是Blycolic的Monetor 它把它掉下來 都掉下來 所以它剛好 就是跟前面的相反 好 那這個 講一點點 我後來有做了一些SIRP 因為SIRP 3,4,5 是在哪個湯裡 它會做D-Aceration 那我們知道 這個 一些品裡面很多的 Protein 都會有Acetylation 與Acetylation 的調節 那我就長話講 這個SIRP 3 有做的比較多 它對於很多的 Compress 這個Suminants 特別是後來做的 Compress 5 Compress 1 都有 而且它會調整 Enzyme Enzyme 經過SIRP 3 會被Acetylate 它會比較混化 所以後來做了 蠻多的SIRP 3的研究 發現SIRP 3 假如 在Oxidens 3 所以Oxidens 3 是從利益 D-Aceration 這個就對什麼 前面我們說 要Anti-Aceration 要去Acetylate 它才是 D-Aceration 的原因 因為你加入這個Mina 它會掉下來 加N-Aceration 它有 把它給Recover回去 所以我們的 D-Aceration 是very sensitive to Oxidens 3 那 Aceration 過程 SIRP 3 是大大的增加 同時 你看 D-Aceration 可以增加 還有 D-Aceration 代謝 這些效素 可以大大的增加 可以知道說 這個D-Aceration 是一個非常 Coordinated 的一個Process 可以看得到 Acetylate 就是在D-Aceration 之後 就會越來越少 就越來越 沒有那麼多 的Protein 被Acetylate 因為它被固化了 設施力增加 在這裡可以看到 PKR 這些都是 D-Aceration 這個功能 所以需要 假如我把它 knock down SIRP 3 你看看 很多的Enzyme 就會掉下來 Oxidens 3 knock down 其實對於 因為Aceration 事實上 都需要 SIRP 3 增加 這是兩個不同的 Mesotinocent cell Nutipose tissue Foxid 3 這個是 Gent-Event 學型的過程 一定要有 你講 把它knock down 它整個就會 受到改善 所以 這個是 SIRP 3 的knock down 你會看到 它都沒有這些 Foxid 3 的活化 或者是Cantalus 等等 這些都變得少 Mesotin也變低了 這個紅的 就是knock down 意思就是說 SIRP 3 Oxidens 3 是Required for activation Foxid 3 A in the Up regulation And House of Defense Systems 所以 這個是還沒有 Published in SIRP 3 SIRP 3 非常的重要 用這個 來跟大家商討 就是說 Oxidens 3 不管是你是 Exogenous 或者是 這些 有突變的細胞 它們會把 我們的 原來應該 魔化的 這一些 Respiritor enzyme And Antalysis enzyme 都讓它 沒有辦法 被活化 這時候 你會降低你的 能量的產生 同時 你的 ROS 清除腹病 所以你就會 Very susceptible to stress 而且 這時候細胞 假如 還在 可以SIRP 做過程 它就會 利用 Glycolysis 來取得 Antalysis Defense 的一個 upregulation 所以 SIRP 3 非常之要緊 而且它 也是受到 AMPK 來 Media 下游的 NADPH的增加 所以 我現在講的 Metaphoric Programming 事實上 是有很多 調節的 car target 一個target 是 做AT 一個就是 要去做 Antalysis Defense 所以 它就 有很多 所以 Stress太高 就是不事實的 最後 我講一下 IPS 因為 我剛才已經講了 假如 要從 Minease的 Minecounter 變成 Active的 Minecounter 就是要經過 Minecounter 變成 Active 可是 假如 變成 IPS 就 逆著走 就是說 它不會降低 它的 RS 也會把它弄成這樣 所以 我想前 IPS 提到 從 Active Somatic Cells 加 Yamana Factors 可以 將來 把IPS 再 re-differentiate 變成 禮藥的 Cell types 所以呢 在我實驗室 因為 以前的 Skinbop Glass 所以呢 我就有這樣的 資源 可以去利用 來做IPS 可是 這個很有趣的 就是 它剛好 逆著我 剛剛跟大家報告的 它會 increase in Oxative 而且 它會透過 PGC 然後 3號 會走到 跟這個 NRF 的 等等 這個地方 有很多的 在當時 都不是很明白 在最近 越來越多人 發現 他們都會 去 modulate Malcangio的方式 好 那 我跟大家說 這個病人的 細胞 就是我們的 最重要的資產 去得到這些細胞 來做IPS 然後再去 可以得到 沒有 intention 一些細胞 或者是有 intention 可以做的 screaming 那這個 就是要跟大家講 做IPA的時候 細胞 在分化 在做 dimension的時候 你可以有機會 得到 幾乎都是 有 這個 mutation 跟wire type 這是 wire type 這個 你可以有 random的 就是 不是全部 都是 像這樣的 這個叫做 Hedroplus Hedroplus 有好的 有不好 你可以得到完全的不好 跟完全都好的 下面這一章 就可以知道 我們的IPS 就有這樣的特性 你看看 完全都沒有intention 它有一個非常高的 那它們都不會影響到它的 stainless 或是它的 preholders 可以看到它的 standless 的market 的存在 它也可以說 不同的layer的 這個細胞 screaching layer 的細胞 它都可以 這個 外偏層的 這個 中偏層等等 都可以 scharacterize 那當然這些細胞 也有 Hedroplus 這些 pymutation 就是m 都是 它們 滿方的高級 都比較差 那這些 滿方的shape of orange 都很快 都是很不正常 loss of christian 而且 vacuous很多 那你看看 它就是 比較少的 比較 就是大的 就比較少 這邊呢 就是用來 重新